翻譯成日文的話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我想 它有幾個 電費計算機 那這個名稱我要翻譯的話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 那我就開Google翻譯對不對 Google翻譯裡面呢 原來是中文嘛對不對 貼上去 然後變成 這個日文的話 那我的 這個是變簡體嘛 這邊把它改一下改成那個 日文的 日文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叫做是什麼 電氣料金是電費的名字 電台它都會一塊一塊的 那是 日文翻回來就變成電腦 對 會很奇怪不一樣 不一樣那怎麼辦 人家有個發音 電腦費用 那當然 這個如果你實在是 沒有其他的方法或者 身邊沒有人可以幫你翻譯的話 那只好這樣子 把它整個複製起來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它貼回去 這地方把它再貼回去 貼上去 它就有這個 那將來如果說 就一個 逐一逐一的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呢 那你這個日文版就做出來了 不過應該 可能要離上架 還有一段距離 還是要請 這個真的懂日文的人稍微看一下 否則會鬧笑話 不然貼出去 電 什麼 電費本來是電費計算機 變成 它上面翻譯是 它就不 可能計算機自動幫我們把它翻成電腦 是不是 或者是 把那個名稱還要再稍微再 再校對一下 不然 那 如果實在是沒有其他的資源 可以做就是 暫時先把這個地方 做複製貼上 那一下就有一個 這個 日文版出來 那簡體版的話呢 是Value 其實各位可以查一下 Google一下應該也都有 Google多語系 Android多語系 這邊好像我剛看了一下 Value- zh 底線 cn 而且cn要大寫 zh要小寫 大小寫 這個 這個是不能夠錯的 如果你那個大小寫 我印象中從這邊查 或者是其他看看在 書上是有 我之前有個簡報裡面有 這是不可 這個是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那個相關 我有這個 語系的簡報 印象中這樣就是簡體 這樣應該是 這個是繁體 應該是這樣是沒有錯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從 這邊假設要新增一個 語系的話 新增 新資料夾還是 哪個地方是可以可以在 做一個進階的設定 這個我再找找看好了 那理論上 JA常用 他像那個 這個簡體 還像英語 那這樣 那這樣